段玉可谓金庸笔下最凡尔赛的主角 杨过自幼没了父母,一度流落街头 狗哥也是个乞丐 令胡冲更是连绅士都没交代清楚 相对而言,生在帝王家的段玉简直不要太爽文 然而最过分的一点在于 段玉明明顶着不爱习武的人设 切实能够在轻描淡写间 将北明神功、凌波微步、六脉神剑三大神功练成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从无名之辈摇身一变成了武林高手 着实令人羡慕 段玉这个角色之所以强大 还是因为内力二字 而在金庸武侠体系中 内力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位武林高手的上限 顶尖高手在对决时拼的也是内力 那么凭段玉的内力 能赢那看起来在内力方面 没太多优势的剑魔独孤求败吗 一、段玉的优势 内力深不可测 段玉强不强 如果你只听过天龙二卦这名号 便人云亦云认为他是绝世高手 那可就纯属印象流了 须竹直至原著第29回才登场 段玉的戏份可远比他多 但须竹在短短20回的剧情中成为一流高手 段玉登场的时间可多得多 他的成长自然更夸张 比如他先吸走了无量派七位弟子的内力后 又吸走了叶二娘、叶老三、云中鹤、忠万筹 崔百拳、黄梅僧、天龙四群僧、纠魔智 这些高手的内力 再加上他身怀北明神功 只要他乐意以后还能吸走更多人的内力 未来无可限量 二、剑魔的实力 剑术精湛无比 再看独孤求败 这角色的性格与段玉截然相反 段玉是不爱习武 独孤求败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武痴 一心只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想要击败天下所有的高手 提到金老先生笔下的爵士高手 读者们必然会想到达摩祖师、扫地僧、石破天、张三丰和独孤求败等人 不过相比于其他人 独孤求败的无敌总是缺乏了点说服力 达摩祖师创出了《易经经》和《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大部分 让少林为中原门派之首 扫地僧内功修为超凡入胜 三尺气强坚不可摧 石破天惊世骇俗 已经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地步 张三丰震骨朔金 创出了不输少林的武当派 只有独孤求败除了自己在剑种留下的话 完全没有更多证据 那么独孤求败的强项是什么 他自诩剑魔 自然是剑术精湛 杨过进入独孤求败的剑种时 就发现了他留下的极柄宝剑 后来杨过是凭借那玄铁重剑成为书中顶尖高手 但很明显杨过在那剑种中并未发现任何内心功法相关的东西 不难看出独孤求败这人的习武方式重在练外功 而不是在内力方面 不过也不能因此认为独孤求败完全没有内力 笔者之所以说独孤求败不练内功 内力不佳 也只是针对于在内力方面十分突出的断裕而言 因为书中那只神雕叼来菩斯区舍胆给杨过补充内力 还有教杨过对抗海潮提升内力来看 独孤求败多少是有提升自己的内力的 只不过它更是偏重于外功 也就是剑法的提升 无论独孤求败是用玄铁剑法还是独孤九剑 它在剑术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尤其是那独孤九剑 封青阳曾经对令狐冲说过这么一句话 独孤九剑有进无退 朝朝都是进攻 攻敌之不得不守 自己当然不用守了 创制这套剑法的独孤求败前辈 名字叫做求败 他老人家毕生想求一败而不可得 这剑法施展出来天下无敌 又何必守呢 独孤求败遇上的敌人 就没一个能让他做出防守姿态的 可见他在进攻端的剑法 已经精湛到无与伦比的程度 所以一个注重外功的独孤求败 遇上了一个有内力优势的段玉 结果又会如何呢 三 段玉的真实实力 张无忌的说法 说到两人强弱 那就看两人最强武功的对决 段玉最厉害的武功是六脉神剑 而独孤求败最强绝学 则是独孤九剑 独孤求败将自己的剑术境界 分为利剑 软剑 重剑 木剑和无剑 后期到了无剑圣有剑的地步 而段玉的六脉神剑是隔空杀人计 以内力作为无形剑气进行伤敌 本身也已经到了无剑圣有剑的地步 倘若段玉碰到的是令狐冲 完全可以不理会对方 直接一阵六脉神剑乱杀 不过他碰到了剑魔 只怕最后落败的还是段玉 独孤九剑讲究料敌机仙 在对方有意向但还没出手之时 就已经知道对手要出什么招 抢在对手之前先发制人 而且只要你有招就有破绽 独孤求败能够发现 段玉六脉神剑转换之间的破绽 必然可以一击制胜 其实直至舒默 段玉的武功水平也依旧是一塌糊涂 甚至可以说除了内力深厚 他并不强 比如段玉自己对王语焉 就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没变啊 我仍然武功不行 傻里傻气 但忠厚老师挺靠得住 绝不对你说半句假话 当然光看这段描述 还会觉得他又是在凡尔赛 但肖峰也给出过类似的评价 当时肖峰应该已经是有了要赴死的心 于是想将丐帮武功传给异地 于是他对虚竹说了这么一番话 二帝 我想烦你先学会了 日后转而传给继任的帮主 要学这两门功夫 必须武功精属 悟性极强 三帝不许学武 环顾这里许多朋友 只有你最适合 还有之前在面对慕容副使 庞白也提到了段玉不会武功的字眼 果然一言惊醒梦中人 段玉一呆之下 随即伸手扯开眼上黑布 突然眼前一亮耀眼生花 一柄冷森森的长剑刺向自己面门 他既不会武功更乏应变之能 一惊之下灯石乱了脚步 呲的一声响 左腿中剑摔倒在地 说白了 段玉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内力极深 而且是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 毕竟他先后吸走了十多位高手的内力 再加上他的确是偶尔能冷不丁地 使出一两招六脉神剑 北明神功 灵波微步 他才会被视为顶尖高手 而后世的张无忌也提出过一种观点 即外攻兴战可以弥补内力不足 原著道张无忌此时已桥出端倪 赵敏显然是内力不足 情之难以诉成 便想进学诸家门派招式之所长 必成一代高手 心想这条路子原意可行 招数练到极精之时 大可不功力之不足 也就是说 将剑法修炼到极致的独孤求败 已经可以忽略内力上的不足 即便是面对段玉这种内力 深不见底的人 他也不会落下风 何况段玉本来就学意不精 只是空有一身内力 自然不会是独孤求败的对手